第591章在林坠日岭 今天心头一惊 难道是离开东神州的老神棍 按照火树的说法 闯入火界的神秘巨头 带着恐怖的冷物质 一片片火域都为止熄灭了 沦为了一望无际的洞土 景象端是吓人 后来发生了什么 今天问道 消息被封锁了 那片区域也被火界数个道筒联手封锁住 禁止任何人接近 火树也是偶然间听到这件事的 很难证实真假 今天皱眉 体内储藏着巨量寒气 不是老神棍也是类似他的冬年强者 不过能熬到现在还能复活的 实力断然通天彻地 岂能被人轻易镇压 不知道天眼来了没有 他当初生口咸一口本命神火 世上苍之子 又得到了我的生命植物能量 渐渐的 探险小队已经临近了坠日岭 赤红的猎徒望不到尽头 火云密布的苍穹从未改变过 横顿在前方的赤色世界 如同巨型的熔炉般 赤热无穷 坠日岭能量喷发持续了半年 涌来了大批的冒险者 在这三不管的区域 又孕育出稀有的火属性宝藏 已经成为流血的乱地 边缘区域热闹绝伦 军天刚接近就听到了一件大事 有人挖出了残缺的质保 像是一口断尺 不知道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辉煌历史 不管是任何宝物 但凡能和质保牵扯上关系皆是无价的 或许在久远的时代中 这片世界曾经爆发过毁天灭地的神战 强者推测 坠日岭的温度降低了一些 如果能量喷发持续下去 恐怕坠日岭这片世界距离被先翻不远了 这大概率惊人了 或许真的和昔日坠入里面的质保有关 话说到这里一些人心惊肉跳 圣朝之变依旧触目惊心 相传一座神庭被搬空了 更有传闻顶级神土的神耀园也被挖空 真够匪夷所思的 夏军天据说是一位年轻至尊 但是他的实力并不高 难道他的背后有祖上强者支持 鬼知道他到底干了什么 皇室的十三皇子都被他给干掉了 这小子胆大包天 不清楚摸到后宫没有 完全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 生命起源路的传人 这家伙当真是特立独行 很难想象他在生命起源路 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无法肉身成圣 毕竟是事实 老圣主都惊叹 星空深处爆发了无比激烈的神战 千年的层面绝非他们可以想象的 夏军天 火叔呲牙咧嘴 道 这家伙现在大名鼎鼎 在我们火界都如雷贯耳 鬼知道他做了什么 据说他去了混沌仙门深造 牵扯到祖上路 以及祖上路的传人 引人瞩目 而坠落这里的质保更和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老强者都断言 这宗质保当年能从天罗地网中杀出去 品质绝对极高 未来要是能从坠日岭中逃出来 说不定能去争霸至宝排名 驱 皇室的成员来了 一轮声突然间散去 远方一座巨型战舟横行而来 流淌着古老的神性波动 竟然是一座神级层面的战舟 军天遥望过去 这座战舟如同钢铁巨兽 遮蔽了万里苍穹 带给人心灵上的震撼感 它横压在天地尽头 散发出金色的神光 上面镶嵌着上百门能量巨炮 火力输出让圣级都颤力 这等规模的战舟非常罕见 仍在拍卖会上更是离谱的天价 需要以异为单位去衡量 轰某 朱的巨型舱门开启 五位炽热的身影走了出来 背后是一只甲轴正亮的皇家兵马 气血滔滔 背负着各式各样的古兵器 这等阵容无论杀到哪里 都能引发腥风血雨 他们护送着一群皇室年轻嫡系 九公主赫然在内 九公主没有以往的遗址气时 情绪略显得低沉 神庭区之乱 天牢之乱 十三皇子的陨落 对皇室的打击太沉重 如果是神级干的他们还可以好受些 关键是幕后左右这场霍乱的 仅仅是一味道藏籍 而今他们出行都需要调动兵马 显然担心逃出天牢的强者袭杀他们 武王 当一位年轻霸王走来 顿时引起了轰动 身穿黄金战甲的年轻男子 神木如电 七语轩昂 冷烈如同武道霸主 他浑身充满着不可抵挡的大圣天威 威震圣朝内外 号称是大年轻英杰 更是大威太子的左膀右臂 他就是神武圣亦以为傲的后代 皇主曾经册封他为武王 据说如果前置再进一步 恐怕会加封他为武圣 咦 他骑着的是什么 呲 这是什么举凶 看起来如同一头真笼 金色的苍龙浮现在他们的视线中 几倍如山岭般壮阔 通体密布顽口大的鳞片 体型长达万丈 充满如海的气血波动 老苍 军天惊乐 是老苍 吼 苍龙低吼阵阵 他被求助了 神恋锁住了肉壳 愤怒咆哮着 不是我 是老好干的 是老好蛊惑我干的 老苍竟然会说话了 简然这段时间经历了不少毒打 皇主圣母之下将其发配给了神武圣 后来在武王的哀求中赐给了他 这等何等超级作祭 一旦升服他将如同龙骑士般 未来在封神大战中必将能杀出金石雄威 说不定能把下晴天的麒麟骨受给生死了 老好啊 你坑我 老苍比斗鹅还憋屈 咆哮阵阵 藏在藏府中的神药精华都被挖出来的 储藏在肠子里面的药徒也被夺走了 什么都没捞到还被贬为了罪犯 老苍你受苦了 军天无比心虚扫视着老苍 决定要找机会 不能让老苍继续受苦受难了 祖天我们该走了 火叔拍了拍军天的肩头 道在这里老实安分些 你如果实在想跟着我们闯荡 在外面等待我们回归 火叔火风儿瞪了他一眼 军天来历不明 他不相信遭遇了什么时空风暴 探险队也不可能让外人参与进来 火叔尴尬一笑 不过他总觉得军天爵非常人 未来或许能闯出名堂 军天帝给火叔一个储物带 道这段时间承蒙您照顾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小家伙你还和我客气什么 火叔连忙拒绝 这里面没啥好东西 那日你就我花费了不少保单 不要推辞了 军天将储物带塞入他怀里 里面有部分天命宝叶 火叔无奈 旋即在火风儿的催促中 他穿上屁火衣 迎着热浪走向了坠日岭 军天站在远方巡视着皇室强者 将苍龙印墙带走根本不现实 上万精锐可是天罗地网 除非牛可以恢复到圣主级 风王在说 军天凭转国身扫视着坠日岭 可以感受到他有生命在运动 军天在想 这等格局与体现 若可以显照在洞虚道府中 会是什么样的场景 军天踏向了坠日岭 扑面而来的滚滚热浪 他感觉不到一丝不适 王极肉身终究带给他超强的战斗力 果真 军天敏锐发现 瓦块上扎根的赤色植物 有些蠢蠢欲动 似乎很想生存在这片世界 如果真的可以隔绝热物质 将会是我横行坠日岭的力气 谁要保不齐都能被我给捉住 军天心潮澎湃 沿途中向着坠日岭深处狂奔 而今他已经具备王极战斗力 不需要忌惮什么 果断开启法眼搜索天才地宝 当然他也不敢做得太过头 每隔一段时间挖出一珠宝药 有了这些资源他才能毫无后顾之忧 启用法眼 很快 军天来到了中部区域 这片世界热浪滚滚 探宝的强者也极少 强大如他都感受到了灼热感 站在这里能更为清晰洞悉坠日岭的呼吸节奏 这片世界如同被特殊浴场的笼罩住 带给军天不可撼动的力感 可以理解为浴场 他在心里低估 能否将浴场融入到洞虚道府中 让洞虚道府按照坠日岭的格局去运行 更像是在自我滋生一片仙土 什么是洞虚道府 严格上来说 是虚幻的 不真实的 然而却庞大无边 故此叫洞虚道府 一旦撑开遮蔽庞大的世界 吞吐海量的精华物质去成长 财富充裕者会购置稀有的宝物 例如空间之心 能将洞虚道府显照得更为庞大与惊视 将主命轮融合到洞虚道府 他牵扯到时空 更牵扯到时间的力量 或许能化作核心本源 完整运行道府 观望坠日岭的同时 军天有了很深的启发 这牵扯到他未来的变法路 站在生命预场的核心 才能更好地去感受坠日岭的运行篇章 同一时间 军天顺着坠日岭呼吸的规律 以法眼洞虚道通往深处的洁净小路 走向路径的瞬间 好像是像沉睡古神的洞虚道府内 第592章组上路修行者 沿途中军天的速度并不快 视而盘坐下来炼化挖出的宝药 滋润伤体 他无拘无束展开修行 接连数日站在鼎盛状态 一路走来挖出来的宝物可算不上 但真正的精品很有限 法眼是可以探查天地 然而付出的能量太庞大了 有些时候得不偿失 特别坠日岭存在庞大的育场格局 以他激发的法眼强度 难以捕获更深处的宝藏 越来越热了 植物怎么没有任何动静 军天范狄估 他已经走了很远了 顺着坠日岭呼吸的规律 穿行在庞大的育场世界 过程无比的奇妙 有时候向前走出一小步 好似绕了好几个圈圈 如同踏在异形换位的法阵上 这让他对于玉常有了全新的认识 军天通体灼热 在这等地方生存当真是煎熬 他怀着坚定的意志大步前进 背影变得模糊与昏沉 屈静通幽 前路的景象渐渐变了 大地厚重与辽阔 有些奇形怪状的巨石山巒 星罗旗步 靠大的世界没有生命精气 然而却生长着奇异的花草 带给这片苍凉的世界一抹生机 他惊讶 眺望地平线尽头 感慨生命的奇迹 无论多么恶劣的生存环境 皆有奇异的生命 呜呜 热浪漫天 军天觉得踏入了坠日岭的核心 立身在吞吐与呼吸的轰炉中 太热了 肉身都要融化 体内的血液都要枯竭 这等热物质无比的恐怖 蕴含着可怕的有害物质 嗡 突然间 瓦块上的赤色植物散发光芒 掠夺一缕缕肉身难以承受的热物质 军天的面容古怪 这植物好像具备智慧 始终将它的生命体维持在极限状态 超负荷才会主动帮忙 这是让我苦修吗 古怪的植物 与银色花蕾完全不同 军天的精神面貌好转 早试着四周 发现岩浆流经 经历岁月的变迁 成为古老的岩浆河道 随着前进 河道变宽 泛着恐怖的红光 温度太吓人了 他扔进去一口 王者兵器 下一刻却被熔炼成铁水 他感到心惊 火红的河道 如同坠日岭的血管 似乎沿着他走 好像可以通往心脏区域 嗯 有人 军天吃了一惊 一味法医破裂的男子盘坐在河岸边 躯壳如同黄铜胶筑而成 如同神铁大山镇在这里 散发生命起源波动 军天的眼神变得犀利 神秘男子如同他一样 主修的是生命起源路 然而他的身躯散发着某种盛微 特别的强大与凶猛 军天更为吃惊了 这该不会是一位肉身成圣者吧 唰 男子睁开了眼睛 如同金灯璀璨 望着军天同样心惊 体内冲出一口青涩的断尺 残缺的至宝 看来是前段时间坠日领冒出来的 没想到被他得到了 军天动容 这口残尺刻录着至宝规则 虽然不完整与模糊了 然而带给他致命的危险 男子站了起来 目光无比的警惕 在他看来能闯到这里 绝非等闲之辈 道兄 我路经此地 军天率先开口 男子审视着四周 又看了看军天 沉默些许 嘶哑道 前面很危险 你最好还是原路撤出去 他坐了下来 胸膛起伏吞心漫天 河道溢出的火属性物质 无时无刻承受莫大的痛苦 但是他的面孔刻满了坚毅 军天忍不住去提醒 河道能量沉淀着有害物质 你就算炼化了身躯也会残存火毒 未来独发身亡烈火吞心 生命体必将断裂 男子的双目大睁 望着今天有些惊疑不定 道 你看出我修行的是什么篇章了 我并无恶意 只是感慨还有纯粹的生命起源者 今天暗中掌握八交善秩序 以防止遭遇不测 纯粹的生命起源者很少吗 又有什么可值得称赞的吗 肖剑云突然自嘲一笑 眼神变得落幕 为何不能去称赞 祖上年代的环境比现在更恶劣 先辈们都能走得通 而我们生存在一个相对于和平的世界 终有一日可以打破禁锢 军天审声道 肖剑云正了正 突然有种被认可的感觉 放下了戒备和军天聊了起来 他感到心惊 觉得军天比他还要懂得生命起源路 军天提出切磋一二 想要更好的去了解他的生命状态 肖剑云一旦爆发雪光滔天 如同妖魔般强盛无比 攻击力无比的霸道 轰 军天抬起拳头轰了上去 他的生命体并不显得狂霸 但却无坚不摧 魂厚沉迷 不可撼动 靠墙的肉身 你真的是王级 肖剑云大惊失色 他的躯壳如同黄童铸成的 打出了恐怖的攻击力 像是一尊骨盛在发狂 吼碎天地 来得好 军天双目大征 体内冲出黄金神光 极限状态大爆发 举拳与之对轰 轰 巨大的声响如同惊雷咆哮 他们像是两座巨山撞击在一起 彼此皆是气血沸腾 神光冲消汗 军天被震退了十几步 脚掌踏在坚硬的大地上 崩出蜘蛛网般的裂痕 你 肖剑云纵然纹丝不动 却身心震撼 这是什么怪胎 他们纯肉身较亮 压不住一位王级 你是准胜境界 不过你的力量太狂霸了 战斗起来在透支生命 军天犀利评价 持续拼下去 他不会输掉 相反肖剑云会累死 只不过他能感受到肖剑云的潜质 无比的强盛 如果选对了路子未来有非凡成就 肖剑云敞开心扉和军天谈论 我来自天神山脉 曾经被某一族捕获 圈养 开启了生命起源路 均天心经 天神山脉的道统 以前听说皆是传承无比古老的势力 可以追溯到祖上时代断层后 称之为远古年代 肖剑云的人生经历很悲苦 确切地说他是试验品 后来他触碰到了丰盛领域 暗中折服关键时刻破关逃了出来 但这段时间苦修始终无法彻底开启圣级生命体进化 突破中有禁锢 无比可怕的禁锢 像是这片世界禁锢我成长 肖剑云叹息 准圣终究不是真正的肉身成圣 你的生命体透支太严重 纵然你可以打破禁锢 会累死在这一条路上 军天的话肖剑云认同 不过这等透支生命的经文 发起狂来战力会很恐怖 孤注一致或许能撕裂枷锁 刺裂了有什么意义 生命起源路的强者不是战斗傀儡 有完整的生命进化体系 军天却说道 如果你需要经文 我可以给你 但是你需要废掉重修 我 肖剑云呆致 废掉重修 军天清楚谁能舍得 你刚才说天神山脉的族群在秘密培养生命起源路 军天好奇问道 赤一族 肖剑云的胸膛猛烈起伏 道 他们展开的实验规模非常庞大 进行的时间更为漫长了 据说那片实验机构是列天一族秘密掌控的 军天骤媒 一族研究人族的生命起源路 实验阶段更为离谱 准圣级的生命题已经诞生了一大批 隐隐听说 曾经研究出真正的圣级 肖剑云心颤 道 不过我被关押在实验基地数百年 从未见过 当然他们的实验基地有不少 规模很难想象 军天大为震撼 一族怀着什么样的目的 花费无穷的资源去研究永生路吗 事实上 我能逃出来 还要感谢下军天 不知道毕生能不能和他见一面 肖剑云叹了口气 双引号问号问号双引号 军天有些猛逼 道感谢他做什么 因为星空深处的大战 略天一族号召大批强者参战 这首实验基地的老怪物撤走了 我联合一些人发动了叛乱 最终只有我活着冲出实验基地 肖剑云苦笑 我的父母也在天神山脉 军天拳头威卧 旋即他写下一篇经文 是星空画龙树的部分篇章 肖剑云看了一会 吃惊道 这是什么经文 竟然可以补全我所耗的生命本源 祖兄这价值也太贵重了 相见即使员 希望对你有用 军天站起来想要去深处 祖兄等一等 肖剑云连忙送上去一株黄金草 虽然和经文的价值无法比较 但也表示了心意 这是 军天心惊 黄金草看起来平平无奇 可洞西道里面储藏着恐怖的残片 像是残破的太阳星壳漂浮在里面 太阳草 我是从河道里面挖出来的 肖剑云说道 之前我炼化了一株 身躯如同太阳般在运动 能和坠日领的呼吸格局接轨 此物对我有大用 军天认真封存起来 肖剑云在三体醒要小心行事 遇到危险及时撤走 军天再一次沿着河道启程 想要去源头方向看一看 当然一路上没有闲着 探索太阳草的踪影 围冲棺做准备 这里有一株 军天双目大征 祭出圣兵打捞 然而沿江温度太吓人了 圣兵承受不住都在熔炼 万幸撕裂了缺口 大手攥住太阳草的瞬间 滚滚骇浪翻腾而来 臂膀被烧焦了 军天腾的嘶哑咧嘴 亦有着热物质涌向似之百骸 幸亏赤色植物发光 如同直立的天龙扎根在瓦块上 汲取热物质 军天大笑 壮着胆子接连出手 太阳草蕴含的规则残片 毕竟能和坠日领的御场接轨 对它的突破路很重要 半个月后 军天捞出来十莱猪 寻了各区域准备冲关 第593章容纳朱天日月星 军天盘坐在开辟的古洞 毗邻古老的河道 取出了十八株太阳草 这树木会让肖剑云震惊 吞入腹中练化 体内诞生了一轮黄金大日 但确实残破的 如同太阳星壳 弥漫着恐怖的规则之光 与军天的身心融合 轰猛于这一瞬间 军天犹如太阳神奇拔低而起 意念变得庞大 如蓄日生腾 普照天地乾坤 它惊喜 果真在这等状态中 与军日领呼吸的节奏缠绕在一起 似化作太阳巨神 观望到庞大无边的玉场世界 不愧是奇异珍宝 太阳草蕴含军日领的规则残片 如果是完整层面的太阳草 价值绝对不逊色 天命十一军天的身躯 闪耀璀璨的神光 渐渐窥似到军日领的格局面貌 有浅入深 精神时还开始呈现出 庞大的规则投影 军天尝试参悟与理解 然而太煩傲与庞大了 短时间想要悟出根本不现实 像是在观望不断呼吸的太阳天体 军天沉浸在里面不可自拔 遗忘了时间 遗忘了岁月 一株接着一株太阳花不断消耗 神念如同化作粒子流光 伴随着坠日领的规则去运行 它更觉得神念消失了 成为坠日领的一份子 恍惚间 军天有改天换地的错觉 好像可以重新排列宇宙沧海 调动群山万物 浴场 可以改变世界格局的场域 如同法阵般审议 能否理解坠日领的规则秩序 等同于至宝的规则 军天发出一声轻语 坠日领每一次的浴场变动 化腐朽为神奇 吞吐量更为恐怖 蕴含无穷的变幻之道 强大如军天的悟性都一场吃力 接连半个月过去 它的大脑昏沉一片 好像脑海被浴场填满了 无法汲取更多的知识 超负荷了 太难理解了一太阳草 全面耗尽了 军天沉寂了 时间又过去了 整整一个月才掌握初步阶段 功能以军天的肉身道府在轰鸣 传递出无比沉闷的脉动之音 镇的鼓动府都崩出了大裂痕 借射灿烂的金灰 如同坠日领郁出的一轮朝日在升腾 军天的躯体飘在了半空 跟随着坠日领去呼吸 当它紧握拳头的瞬间 好像掌握了全世界 这是离谱的错觉 肉身道府传递出的巨像更为猛烈了 显照出一片庞大的投影 好似坠日领浓缩在这里 闪耀着规则符号 紧接着 投影在变动 按照军天的意志去改写 遵从它的道路 那是什么 肖剑云顺着河道前进 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军天依旧没有原路返回 他担心遇到了什么危险 想要深入里面去探秘 然而隔了很远 他扑捉到了一幅震撼性的画面 赤红的世界全面被照亮了 仿佛海市蜃楼 浮现出一片浩大的仙宫 天啊 坠日领里面的宝藏地吗 肖剑云端是激动 以残缺的至宝隔绝热物质 远远望着宏伟的山川大岳 囊括在浩渺的仙宫内 日月星斗悬挂 亭台楼阁坐落 明洞万道之音 不过肖剑云觉得不对劲 怎么看都像是洞虚道府 不过这片洞虚道府未免太真实了 映照出种种大道奇景 蒙蒙着鲜物 他很想要迅速接近 可惜催动残缺至宝 需要消耗庞大的神力 很难狂奔接近 肖剑云觉得这座突然出现的道府诞生了生命 能量如同血液在沸腾 仙山如同藏斧在轰鸣 日月大星如同眼睛在转动 那里面显照出天地万道 风雨雷电 五行光阴 二十四气节 妙不可言 特别他以某种特殊的规则去运动 透发出的威压更为强烈了 如同一座交织出玉场的极道仙府 璀璨绝伦 肖剑云并不清楚这是军天呈现出的道府 这也并非在冲冠封王路 军天则是在推演封王显照洞虚道府的过程 这道府更可以代表军天的肉身 据纳他的道果 阐述坠日领的运行规律 如同天生天养的生命道府 少了些什么 军天低语 他不过是初步梳理出坠日领的规则秩序 总觉得洞虚道府还缺少某种体现 微能还有所欠缺 庞大的规则玉场运行 道府如同天然的超级大杀器 可以绞碎群王 更可以聚纳能量自我修行 这才符合坠日领的象征才对 军天睁开眼睛 凤王他随时可以做到 但并没有着急破关 想要将洞虚道府缔造到最完美状态 接着 他迅速向着河道尽头冲去 想去观望坠日领的核心 或许能采摘到更强的太阳草 前方的路渐渐开阔了 出现了陨石 天外星壳 堆积在赤红的大地上 他沿着河岸边大步行走 世界都变得模糊了 空间时刻扭曲 可见温度何等离谱 热物质太恐怖了 赤色植物频繁吸走热物质 军天可以更好地去生存 事实上 以他的修行来到这里 已经是某种奇迹了 沿途中 军天发现了一些干湿 身躯崩裂 气血耗尽 生前这些人的实力都无比强大 为死在探险的路上 没有精力回归 军天不敢妄动法眼 他的财富已经很有限了 维持鼎盛状态一路猛冲 很快聆听到了 金涛崩云的巨响 那是 军天狂奔而来 发现了岩浆流金的源头 一片金色的大海在翻腾 烈火一万众 热物直烧的苍穹都蒸发了 变成了恐怖的黑洞 军天发呆 这是一副震撼性的景象 浪潮滚滚的世界尽头 像是坠日岭的海眼在这里盘旋 星空都成为黑洞 这就是坠日岭的核心 更像是质宝在发狂 不过却无法彻底喷发出来 否则坠日岭的深处就是 死亡绝地一军天身心震撼 在沿江大海的尽头 模糊的山岳形似仙山耸立 它像是熔炼了无数个太阳形成的 这就是坠日岭绝地形成的源泉 甚至 它具备了生命在呼吸 天地脉动起来 这就是坠日岭喷发能量狂潮的始作俑者 如果有朝一日 我的洞需到俯撑开吞天黑洞 如同它一样去体现 那该是何等场景一军天心潮澎湃 这里就是它正道为王的路 仙山形四道浮起浮 整体交织出璀璨的秩序 可以去观摩与研究 它不得不起用法眼 这座仙山太壮阔了 以它的道横岂能研究 视线无限向着仙山拉近 归红的山体庞大如鸳 缓慢呼吸的时刻 牵扯着域外遥远区域的心体 坠落下来 没入了洞口内 这景象当真太吓人了 以域外的心体为养料 熔炼出恐怖的物质 喷发灿烂的瑞霞 鬼知道滋生出了什么样的能量 这是无上至宝吗 今天头皮发麻 惊骇到 漫长岁月过去 它吞走了多少心体 未来我若是闯到里面修行 以星空化龙树夺走坠日岭的能量 那是什么样的造化 今天都不敢相信 当然它并非长时间去呼吸 唯有能量喷发的时刻 它才会呼吸 但这段时间发生了一端 从而导致坠日岭一直在呼吸 一直在牵引远方的心体 没入洞口内 熔炼成为物质 太粗暴了 今天疯狂克鲁山体克鲁的符号 谁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呼吸 必须要争分夺秒掌握出核心篇章 过程并不顺利 太难熬了 无时无刻承受规则的拷问 脑瓜子都要炸开 这和当年阅读斩神剑 骑手式的情况有得一拼 如果我可以将这些规则全部参悟出来 相信是一篇堪称至宝规则的密文图 借助这些密文图 都可以锻造出一口至宝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均天身上的不朽经已经耗尽 收获的宝叶空掉了 启用了一株顶级圣药补充能量餐物 嗯 突然间 均天发现洞口闪耀出一缕强光 想要以法眼去探究 然而很惋惜 它很难将法眼的微能激发出来 观望洞口内的景象 那是什么 飞出来一口宝物 均天吃了一斤 一道黄金圣光冲出黑暗洞口 裹着一株璀璨的一草 像是一颗完整的太阳心壳砸了出来 啊 这是最顶级的太阳草 一均天激动狂热 它飞出了洞穴 坠入了岩浆大海中 在能量撞击旋转的过程中 向着河道漂流 原来太阳草是从里面飞出来的 一均天的嘴角差点裂到耳根子 猛冲过去 这是大造化 如同使钱大鱼 必须要掉出来 空一均天挥动打神鞭 抽掠一层层能量岩浆 鞭子卷住了太阳草 猛的拉扯的时刻 太阳草自主发光与震动 如同坤鹏在翻江倒海 掀起了阵阵海啸般的声音 均天险些被拽入河道中 这头大鱼的力量着实惊人 它吃奶的力气都是出来了 这才将其拽了出来 像是一颗太阳被拉了出来 无比的耀眼 堪比天上的太阳 烧得它呲牙咧嘴 内心更多的是兴奋 因为里面存在完整的法则 一株最顶级的太阳草 小油好大的运道 老夫好生羡慕 忽然之间 河道翻腾的巨响引来了不速之客 衰老的不像话 穿着黄色道袍 白发遮蔽面孔 唯有一双黑暗神灯般的瞳孔 妖映而又可不 它审视着顶级太阳草 头顶悬着一口古老的神器隔绝热物质 道如此造化 直接拿走有些残忍了 老奴实在是有些不忍心 小主 您大发慈悲送给他一桩造化吧 第594章天神山脉生灵 老者的瞳孔如同黑暗神灯 枯瘦的身躯冒着恐怖的光束 是一位实力深不可测的老圣主 他居高临下审视着顶级太阳草 此物价值金氏 蕴含完整的秩序法则 举世难求 万古都不见得可以买到一株 今天没想到遇到一位老怪物 特别头顶悬挂的古钟 万幸的是没有交织出完整的神道法则 但也是顶级的伟神兵轻轻摇动都能震碎他的肉壳 君天心神绷紧 固然来到起源界见证了神明厮杀 但是执掌伟神兵的老圣主发起狂来太变态 暗中掌握花磊 有了很强的底气 咚咚咚 脚步声传来 身穿羽翼的年轻男子 金色瞳孔开合间冷电四射 他似乎不被坠日领的格局影响 龙形虎步而来 能看出他绝非人族 一族化形的生灵 但是外表看起来和人族没有什么区别 羽翼青年审视着顶级太阳草 笑道走大运了 第一次出门游历就碰到这宗珍宝 内运的规则如同完整的太阳星 对我今却一族至关重要 哈哈 小竹你体内流淌着金屋血脉 有了这一株太阳草可以将法相全面显照出来 踏入圣级断然能在丰盛战场大放一彩 老者大笑出声 严格上来说对于金雀一族而言 顶级的太阳草底的上一株伪神药了 借上来吧 可以给你一个随从的身份 金雀族的年轻青年笑容满面 扫了眼军天 有些不情愿 但还是选择了施舍 我家小主源自于天神山脉 白发老者提醒军天不要错过大造化 这更是一些人族应结梦寐以求的机会 谁人不知天神山脉是起源界的生命绝地 但能在里面建造山门皆是自古传承下来的巨无霸实力 掌握的底蕴深不可测 我心心苦苦得到的造化 三言两语就让我献上来 今天扫了眼金雀族的年轻男子 道 金雀族我不曾了解 但是我清楚天神山脉的巨无霸实列天一族吧 无知的爬虫 雨衣青年眼神一冷 气势大变 映照出星空法相 一尊太古金雾矗立在太阳上 腰威震天 乃是当时最顶级的法相 如若在顶级太阳草的帮助中 演绎出更深的法相 撕裂险盛关卡迈入圣级 战力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年轻人 我知道你能闯到这里很不凡 也知道你有些来头 可胆敢和金雀族未来的继承人叫板 呵呵 看来不清楚什么是天神山脉 老者的脸色很冷 念你是个人才 跪下来请罪 否则纵然你有天大的来头 触怒金雀一族神灵来了都保不住你 你堂堂人族的老圣主 竟然对着一族弯腰屈膝 沦为老奴 实在是丢人现眼 军天冷喝 你大胆 白发老者勃然大怒 抬起苍老的大手欲要镇压军天 轰猛 炸裂声轰然间传来 折射出恐怖的质宝投影 一口青色的蚕齿电火时光间斩来 军天惊异 雷想到肖剑云来了 并且雷霆出手 叛逃者 白发老者的神情更冷了 金色鼓中浓浓转动 辐射出一片金色波纹 干扰蚕齿的运行规矩 然而他小看了这口残缺的质宝 肖剑云日夜纪念 已经可以掌控自如 如同丈量乾坤的质宝 震碎音波压来了 不好 镇压 白发老者面容惊变 全力晃动鼓中爆发音波攻击 同时身躯迅速移动 但蚕齿已经压来了 纵然被干扰了偏离轨迹 臂膀依旧被斩断 混账 白发老者的面孔铁青 金色鼓中迅速放大 撑开了苍穹 如同休眠的尾神在复活 巨型中口罩住了蚕齿 将其镇压在大地上 祖兄快走 肖剑云清楚残缺至宝的威能有限 一击不忠面对发起狂的老圣主 后果不堪设想 同样 白发圣主是一路追捕他而来的的强者 体内爆发的圣道法则刹那尖遮天蔽日 其吞万里 截住了肖剑云的逃亡路 杀 肖剑云岂能坐以待毙 准胜肉壳焚烧 透支生命 打出巅峰造极的战力 聂处 也敢与我对宫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看来今日注定是大丰收了 白发老者的瞳孔冷电四射 大手向前横压 如同苍茫大山横涌不可挡 镇裂了肖剑云的胸口 可出一大口血 横飞出去砸塌了一座巨山 老匹夫 我跟你拼了 肖剑云嘶吼着爬起来 劈头散发 壮弱癫狂 想要临死反驳 啊 淒厉的哀嚎声陡然传来 白发老者顿时惊悚 扭过头便是看到 羽翼青年险些被军天翼拳头被轰死 吼 他的胸膛被轰穿了 显化出了本体 金色鸟雀形似太古金屋 口鼻吞吐神火 颤生到你的生命体 君天神情冷酷 全印宏大积天 石被战力狂暴复活 剑射万灵光雨 撕裂了金屋法相 简胜境界的年轻天骄又如何 君天开启石被战力 如同雨花灯仙 拳头阵的金色神鸟颤抖 翅膀都折断了 燃血的金雀心生恐惧 他自诩天赋出众 丰盛战场可以大放异彩 结果压不住一位亡己 敲剑云震撼 洞悉到古老的生命起源傲益 祖天竟然和他是一样的人 孽畜 助手 白发老者刹那皆杀来 然而军天一个后空翻 双脚如同镖枪插在大地上 古老的岩浆和跟着沸腾咆哮 辐射出入海的浪潮 吞过了他的身影 但却显得无比射人 啊 断尺的金雀发出痛苦到灵魂的声音 扑面而来的热物质烧焦了他的残躯 原神都被冲击的残破 炸毁 不 救我 他悲弃着 恐惧而又绝望 身躯都冒出浓郁的肉香 继而生死浑灭 啊 你这个疯子 你知道杀了谁吗 白发老者发出震惊的疯吼 他同样被热物质吞噬了 但身躯的痛苦及不上内心的恐惧 金雀族的嫡系后裔陨落在这里 他都要拿命来舔 口 老圣主仰天咆哮 焦黑的肉身异常恐怖 每一寸血肉都充满了令人颤厉的杀意 暴涌出恐怖的神光 吼动了小世界 苍穹都炸开了 今天差点被活生生吼碎 幸亏万宝先和镇守身躯 即便如此他被吼得可血 头昏眼花 杀 轰然之间 肖剑云狂笑一声 残齿掀翻了金钟 划过天际 犀利如同仙剑 不好 白发老圣主狂压身躯的热物质想要逃走 然而他没有机会了 肖剑云的第二次突袭很顺利 头颅被斩掉 生命体也太变态了吗 军天心惊 老圣主的头颅爆发恐怖的魂光 无头的焦黑躯壳阵裂了大地 若非肖剑云掌握的残缺质宝 投射出规则纹理覆盖 会形成毁天灭地的画面 军天暗暗警醒 面对这等老妖怪能躲就躲 花雷底蕴可并非无限的 关键时刻翻盘才能启用 老夫不甘心 白发老者被至宝规则压制 热物质焚烧他的身躯与头颅 渐渐躺在地上 没想到临死前被两个蚂蚁给干翻了 肖剑云喘息粗重 如果做梦般不敢相信反杀了老圣主 祖兄留意到军天焦黑的肉身 肖剑云满脸悲痛 举是能有多少未自由自在的生命起源者 他们还没有敞开心非聊一聊 军天就隐恨了 我还可以抢救一下 书的焦黑的影子挥了挥手 目出满嘴的白牙 无惧热物质 不过遭受了较为严重的烫伤 你竟然还活着 肖剑云深感匪夷所思 连忙取出十来科宝丹 熬炼成生机旺盛的药汁 为其提供能量养分 不用浪费资源 这里有上家的真材 军天摇摇晃晃的爬起来 将烤的焦黑的精确拽出来 他已经冒着肉香了 撕掉焦黑外表 露出黄金灿烂的饱肉 军天很没形象坐下来 撕掉一斤肉 瑞霞一条条 香气浓郁的都化不开 肉质鲜嫩 入口即化 肖剑云傻眼了 刚刚经历一场恶战 他竟然坐下来大快朵頤 况且 自古谁敢吃金雀族 这一族体内流淌太古金屋的血脉 凡族的金雀更可以进化为太古金屋 神兽前置无欲伦比 仅次于真黄 军天吃得满嘴流油 舌头差点咬掉 毛孔冒着霞光 通体热气腾腾的 很快伤势愈合 滋生出新的皮肉 哈哈哈哈 祖兄真英雄也 我敬你一杯 肖剑云忍不住大笑 拖着伤体盘坐下来 取出一坛坛老酒 啃着金雀宝肉 单手拎着酒坛痛饮起来 第595张力天庭 坠日岭没有白天与黑夜 赤红的大地缺少生命精气 横骨长如此 润物质涌动的危险世界 生存异常艰难 而在坠日岭的深处 两位光着膀子的男子 抱着外焦里嫩的宝肉大块朵頤 浑身瑞霞腾腾 口齿芬芳 均天私下烤的金黄的翅膀 流淌着油脂 他忍不住吞咽口水 这等顶级食材越吃越香 撑得上虎狼大药 全身填满了旺盛精力 痛快 太痛快了 肖剑云大笑不断 被金雀族的强者囚禁了数百年 而今体会到了什么才是快意人生 均天痛饮了一坛老酒 烈化饱肉精华 身躯变得坚硬 不朽物质滋生出一大片 惊叹顶级食材的珍贵 天神山脉 岂不是超级狩猎场 满地都是顶级食材 滋补肉身 强盛体魄 军天功浓了一生 肖剑云愣了愣 天神山脉是狩猎场 一族是顶级食材 这话传出去断然引发 异常恐怖的腥风血雨 自古谁敢如此评价 这些远古传承的一族 比喻深不可测 更有无上至宝镇守族运 祖兄万不可小看天神山脉 神灵可都要退避三舍 能在里面建立山脉的种族 皆有不可测的底蕴 肖剑云忍不住提醒 他们猎杀的这头金 却还谈不上什么年轻至尊 刚才能斩杀老圣主也纯属侥幸 曾经听闻 天神山脉有一株逆天神药 相传长出的果子吞掉恋化 就能挣到为神奇 纵然是凡人吞掉了也能成神 肖剑云的话让君天猛逼了 世上还有这等仙真 太天方夜谈了吧 我也只是听说过 据说神圆果内运完整无缺的道果 光孕育成熟都需要长达十万年 裂化了就可以立地封神 在起源借奇物榜单上排列在前十 肖剑云惊叹不已 神圆果并非是传说 历史上真的有人挖出来过 只是关于果树的流传也极少 相传天神山脉就是他的后花园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 总有些奇物可以逆天改命 超出顶级珍宝的范畴 可以称之为奇物 君天惊叹 棍盾金莲 神圆果 这些都是什么层面的宝物 史上得见者都有限 更别提将其养在身边 需要多大的红韵 看来在起源界 异族的能量端是惊人 他们的祖先从远古年代就开始积累底蕴了 今天的面孔民众 异族花费无尽财富培养生命起源者 他越发觉得自身处于危险境地 已经成为了某些族群的猎物 何止是积累底蕴 肖剑云说道 天神山脉固然是生命禁区 但更像是仙徒 无时无刻聚纳地保天经 夺天地造化 能滋生出神药 这里年历代 曾经有无上势力想要攻占一片区域 建立山门 但都被列天异族联合各方组结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异族的势力和等庞大 自古以来霸占了仙徒 积累的底蕴是天文树木 翁 军天的眉心喷出炽热的光束 金色大中纪念完毕 这口顶级的伪神兵距离进化神器仅有一步之遥了 不过以军天现在的神力想要激活无比困难 只能等待封王完毕才能测验出大体威能 军天的收获可不小 不朽金接近三千万 还有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宝 盛开时有上百斤 多数都是限量级资源 紧接着军天启用八号战天杯观摩坠日岭的源头 过程中启用一颗接着一颗顶级物导弹 参悟速度狂飙了几十倍 特别军天开始以资源激发发眼 观望歇山洞口内部的景象 因为他总有一种预感 老仙或许藏在里面 发眼的强度增高了 然而映入眼帘的画面依旧模糊 洞口内的画面太可怖 无穷的星体幻面不定 每一个星体如同规则 纵然在误导弹的帮助下军天也极难观望 这是坠日岭的核心法则 称得上至宝规则秩序 疑 突然间 军天法眼扑捉到一道子同光辉 不过光辉在迅速下沉 坠入最深处 看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是老仙吗 军天疯狂搜索但一无所获 洞穴太深了 交织出庞大的浴场在转动 影响他的视觉 他心情沉重 以老仙的性格 如果遭遇了未知的危险 肯定选择躲藏起来 老仙在养伤 恢复 圣皇战场禁止圣主级的存在入内 神器与质宝都无法发挥功效 就算将老仙挖出来 他还会留在这里休养 军天这样安慰自己 如果老仙真的能把坠日岭的造化 凿开口子 整日汲取 那么他距离冲出来也不远了 接连半个月过去 今天梳理出第一阶段的完整篇章 背后时刻呈现出庞大的浴场在转动 轻而易举可以扭曲虚空 事实上 这更像是神通秩序 至高的神通如何定义 自然是如此至宝规则般的秩序文理 打出种种匪夷所思的功效 昔日藤天河晚清仙子 演绎出的混沌金莲 亦或者是万宝仙河 自然有资格称之为至高层面的神通 如果将神通以法相的层面呈现出来 战力断然恐怖无穷 而十大至强的神通 更是离谱的概念 军天昔日接触的斩神剑起手势 曾经的斩神剑可是凶名赫赫的十大最强至宝 可想而知它的法则之序何等逆天 风亡路 军天低雨 接连平静了数日 接连推算与琢磨 他觉得差不多了 不过他又不甘心 想要将主命轮熔炼到道府中 将董虚道府打造成全新层面的 提前开启变法路 不行 军天摇头 主命轮牵扯到时间奥妙 他尚未理解 一旦贸然展开融合路 万一炸毁了神来了都救不了他 丘炼出起源仙体 才有足够强的肉身去承受一切 我不着急 风神大战开启还有几十年 军天做出了决定 演绎出动虚道府 修出起源仙体 将会是他战立最恐怖的时代 可以逆行攻伐圣集 翁 当最顶级的太阳草融入体内 精神层面变得无比吓人 如同恐怖大日在焚烧 与坠日领域型的规则御场融合在一起 翁 他的身躯禁不住翻腾出通天彻地的神盲 像是撑天巨柱拔地而起 更像是从坠日领的核心撑开能量巨柱 成为这片世界的核心 祖兄虽然境界弱了些 但是的道横深不可测 生命起源路的绝代传人 会不会和下军天有关系 肖剑云远远观望 盘坐在河岸边的身影 气吞狼烟 肉壳如同成熟的道果 流淌着瑞霞 蒸腾着神秘的仙物 激身在玉场的核心区 感受到坠日领环绕着他隆隆转动 内心很快滋生出掌握大世界 微震万古长河的错觉 而这种错觉 如同军天成为神庭之主般 但是坠日领带给他的错觉更加的强烈 玉场 如同风神巨头掌握的世界本质般 这一条路值得深究 总觉得未来具备无限的前置 可惜没有篇章可以阅读 需要慢慢琢磨 军天暗宇 他认为玉场 以天地为道 群星为棋盘 假以时日肯定可以打出惊天动地的神威 激身玉场核心 掌握祖庭 推演出第一阶段的玉场奥义 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冲关封王路 军天认真推测 认为毫无遗漏了 王极路太重要 小心又小心 开启吧 军天果断激发了瓦快 吓得老牛一个公路从药土爬起来 递着断脚的脑瓜子 一神一鬼扫尸着瓦快所在的神秘世界 他看到了一团阻停的火光在燃烧 照耀精神使海中 吹散了精神尘土 短暂时间开启了无穷的记忆 荡漾着长达数百万年的沧桑气 牛 还在 牛猛的低吼 精神意志一下子大变 显得恐怖与可怕 立在道府中 沉温的话语铿锵有力 不再迷茫与魂恶 牛 有十一个本家兄弟 排行老二 牛老二瞪着铜铃大眼 如同两团神火在燃烧 他想到了历史过往 想到了曾经发生的历史变局 牛的脑海中闪现出一幅幅末世般的画面 源自于祖上末年 苍穹沉坠 宇宙核心崩塌 血雨倾盆 神在颤立 魔在哭泣 举世同悲 立在大宇宙核心 万事共尊 建立天庭 举世飞仙 牛的耳畔传递出古老的阴节 振动古今未来 摇动历史长河 像是积累了亿万载的族运在爆发 在极致腾月 那是古来最恐怖的壮举 这更像是世间最宏伟的仪式 或许从未出现过的仪式 激荡在全宇宙 空落在各大星域 从这一刻开始 人族的火光燃遍了全宇宙 嗡 牛在低吼 无边的浩劫从天而降 展报了一切 大宇宙核心炸开了 振动了亿万种族 诸事坠落 一切都尘归尘土归土 后 牛发出乌烟声 老泪纵横 那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 后有宇宙寒霜零 残破的大世界 沦为了亿万里动土 举世永迹 万物枯败 徘徊着绝望情绪 荡漾在历史长河 第596章军天的第二位师孙 瓦快建立隧道 牵引着军天的元神消失离去 恍惚间跨越了一片古老的世界维度 降临在满目裂土的冰冷世界 军天已经掌握时空法则 觉得刚才横渡了无比遥远的路程 那么祖庭到底在什么区域 东神州 亦或者其他的区域 遍地的瓦力残垣 军天立身在大雾中 仰头望向苍穹 能看到一缕缕残阳在投射 像是落下凡尘的眸光 很快 他沿着残破的裂土 临近了九色瓦快累七而成的祖庭 与以往相比 他变得雄壮了些 燃烧着信仰火光 不过军天总觉得 这些信仰火光对于祖庭而来 像是沧海一宿 改变不了什么 站在祖庭前 奇异的物质涌动在身心 不过这一次检测环节异常漫长 最终 他的身躯都蒸腾出一片鲜雾 检测 万灵木融合成功 初步呈现登基 反祖籍的生命体 祖庭的声音悄然而来 回荡在空气的时空 不再显得机械与呆板 很有人性化色彩 不过听起来有些稚嫩 如果牛站在这里 听到这段评价断然极度的震撼 反祖籍的生命体是什么概念 如果在人族部落最鼎盛的时代 这类人必将得到举世最强的资源进行栽培 开启最强的洞虚成长路 声音再一次袭来了 君天暗暗精逸 他清楚当年师尊开启的是限量级的王级成长路 字面上推算这等成长路需要自身条件 当然他不清楚 等待张远山在收获庄主传授的无量法 再进行开启风亡路 会不会打开更强阶段的风亡空间 无量法终究非同小可 老仙都将其称之为人族发展历史上 最伟大的一篇经文之一 连夺天造化经都逊色一筹 而张远山也兼修了造化经 他身怀两篇盖世经文 又得到了庄主的指点 在前往起源界前 已经是封王六重天了 这么长时间过去 再加上他已经完成了重塑 估摸着已经是顶级的封王者了 惋惜的是师孙不在这里 否则以祖庭现在的储藏量 打开丰盛路 显照出无量法的传承空间 肯定可以走向圣极 以师孙的脾气 肯定在探索祖上宝藏区 隐忍中成长 或许能收获大造化 今天坚信 深怀祖上路正统法门篇章 肯定能在宝藏区斩获大机遇 刚刚想到这里 庞大的牵引力笼罩身形 横渡到祖庭顶端的瞬间 如同跨越了更为遥远的路程 他无法想象真正的祖庭有多高 等待身躯重重降落在地上 发现置身在壮阔的世界中 如同回归到了史前 这是一座道府吗 今天发呆 道府的浩瀚层次难以丈量 以他的生命力站在这里 都自残行贿 了小如同尘埃般 难以想象是什么层次的强者开辟的 去知 未来的修行路 不管境界有多高 洞虚道府会伴随强者一生去成长 未来克戮圣道法则 亦或者克戮神道法则 都需要不断提升洞虚道府的品质 等同于修士的生命 这座道府如同一个大世界 仰头可以观望到诸天大星 浑厚而高远 天边挂着一轮金色的太阳 散发的霞光落在身躯暖轰轰的 这一瞬间 那太阳在临近 似乎生命起源的脚步在接近 好像这里就是源头 这里就是引领生命起源路的发源地 君天心惊肉跳 很难去理解意味着什么 最强的洞虚成长路 难道能追溯到生命起源路的发源地不成 人 君天下意识心颤 这轮金色的大日里面 竟然有着一道高大的影子 披头散发 当然它并不沉默 瞳孔犀利如天剑 带给人无尽灵烈与霸气之感 君天亥然 这时威士与气魄太霸裂了 绝对是镇谷朔金的盖世霸王 由内而外散发着气吞万骨的沧桑气 压它九天十地的震慑力 它原始雨蛮荒 体格魁梧 穿着原始神皮炼制而成的兽皮衣 龟白发丝披伞 背着银白的大骨棒 似乎原始人族部落闯出来的恐怖头子 翁 老人屈指一点落在君天的眉心 他的身躯轰鸣 鲜物蒸腾 前置极致释放 固然没有老人那么霸气与凛冽 但君天也有属于他的风采 吼 君天忍不住大吼出声 洞虚道府的投影呈现 两道氢气 主命轮悬挂在其内 一系列的大神通全面爆发 石被战立 目落星河 万道是天图 吞天密法 斩神剑起首士 掠天八士 君天完全不受控制 在老人一指之下 潜能与底蕴共振 像是立身在浩大狱场中的人亡 下足之血在燃烧 透发着莫名的红光 恐怖的变局让君天惊叹而又折腰 一指之下 他的一切积累都释放而出 起源经的篇章跟着诵读 突然之间 老人的大手伸展而来 跨越了宇宙沧海 分明他的肉身不在这里 但是他的大手却开启了内道府 审视着如同金色圆柱的植物 老人扫视了数眼默默点头 旋即看了看悬挂旗内的主命轮 又默默点头 当他发现痛苦咆哮到蜂魔的老牛 老人探出苍老的大手 摸了摸他的头 牛的记忆瞬间浑饿了 刹那间遗忘了一切 握在药园子里 对着金色植物 摸摸低吼 不再伤心与难过 接着 他收回手指 盘坐在金色大日中 口颂大道仙音 蜂魔 老人的口鼻间射出一枚枚符号 如金属文字 每一个古字都大如山岳 更奇形怪状 刻露着诸天万物 对应三千大世界 寓与神魔先尊 这 军天清楚这是老人为他演绎的传承 他观望与参悟 很快头晕 他摇着头 根本看不懂 也绝非他可以接触的层面 境界终究太低了 老人挠了挠头 皱眉沉思 他看起来如果真正的修饰 不像是某种法体 也似乎很多年没有传功了 这时间老人挥了挥袖袍 抹平了漫天文字 无价仙金消失 碰 老人脸色凝重 想了一会 这才张嘴喷出一片金属字体 如同一群蚂蚁 在虚空中爬行与转动 军天的脸色不正常 大如心体的经文他无法理解 结果反手演绎出一群小蚂蚁让他研究 不过审视了数眼 军天就沉醉在里面 这群蚂蚁看起来很小 很弱 实则他们催居在蚂蚁的宇宙观中 极尽造化玄奥 空谋 他们又极致璀璨 蒸腾着仙光 似乎经历一万年的发展 变得无穷恐怖 可以生丝真笼 吞吐日月星斗 争霸宇宙核心 传递出浩瀚的历史流光 这是什么法 军天都不清楚他已经做了数年 盯着蚂蚁国度始终未曾移动目光 当然在这里可以无视时间流速 军天越想越心惊 区区一片蚂蚁 从小小的世界演绎出恐怖的奥义 画出了新的篇章 谱写传奇与辉煌 雄霸宇宙星空 这并非是经文 如同一部厚重的历史 经历亿万载的发展 但却被老人突出的一片文字 演绎出一部文明史 更像是人族的起源历程 历经困苦与磨难 缔造出了震骨硕金的起源经 不过军天可以推算出 蚂蚁演绎的传承 并非是起源经 而更像是类似于预场的篇章 史诗集的画面 军天伟帝 丈量乾坤 追溯时间 开创宇宙 造化玄黄 军天似有所悟 不同于起源经的至高传承 这是湮灭在历史长河的传承 在他的视线中呈现 放大 以至于沉寂在里面悟道 生命是伟大的奇迹 蚂蚁也可以开创辉煌 成为生死真龙的物种 军天梳理出了 《坠日灵》第一阶段篇章 故此他有窍门如何去理解 这更是在未变法路提前铺路 又过了很长时间 军天的机体冒着流光 丝丝缕缕的漂流在虚空中 不像是秩序法则 如同特殊的能量符号 它们在交织 像是最原始的规则符号 勾勒出一片道府 并不显得宏伟壮阔 但却深邃 像是不见底的深渊 充满了无限的希望与可能 空 里面出现了一座地势 《坠日灵》 这是军天以《坠日灵》的 规则秩序演绎而成的地势 像是一片生命绝地 盘踞在道府内 如同盘踞在起源界的《坠日灵》般 这就对了 军天心绪激荡 这是恐怖的路 又看到了一部分 有了大概的雏形 蚂蚁篇章引领他的心神 开拓他的眼界 带给他宏伟的宇宙观 不再局限于《坠日灵》了 当然以军天线阶段的道横 宇宙观不过是假太空 以《坠日灵》的格局 都绝非他可以演绎出核心层面的 但是他看到了更为遥远的路 将各类恐怖的预场格局 例如天神山脉 例如星坟 雾出来 演绎在洞虚道府中 军天身心震动 凡然间从雾道中醒悟 对着盘踞在地平线尽头 大日中模糊的轮廓 行大礼 这就是我未来的路 前辈 我这一生愿尊您为师 第597章 军天封王 军天虽然不清楚 在这里传法的老人是什么来历 但就凭当才为他呈现的篇章 断然要礼敬 或许他已经逝去 亦或者不认自己 但以军天的品性会尊他为师 这座宏伟的道府始终沉寂一片 镜头盘踞的大日轮廓静悄悄的 他不再临近于显化 显然这里的造化对于军天暂时结束了 军天起身 下一刻从道府消失 出现在祖庭顶端 沐浴不朽物质 打开封王进化路 古老的生命起源波动 突兀的 黑洞深处传出苍老的声音 是诱饵吗 引诱本大仙出来 洞悉道起源经的奥义在荡漾 难道是狗子来了 坠日岭的源头 形似宇宙熔炉在牵引玉外星辰 一颗颗霉入洞口 熬练出恐怖的物质能量 冒着霞光与造化 在最深处 无尽的黑暗世界 此今仙府不断吸纳各式各样的物质结晶 恢复所好 已经撑开第二阶段的复苏 十二星宿 八仙过海 十二星宿 二十四诸神 沉浸在恢复中的老仙 突然间被惊醒 聆听到了起源经的波动 他认为是军天来了 就在附近修行 不过很快他警惕 刚才探索而来的眸光很诡异 似乎有阴险的古神趴在洞口窥似着他 钓鱼老吗 老仙犯嘀咕 但又忍不住要去观望 不过关键时刻还是忍住了 担心有恶鬼趴在古洞口 给他知名一击 不行 狗子有孝心 我冒险洞悉 老仙忍不住了 当然未曾散发神念去观望 担心被敌手被捕获到他的波动 从而判定他的价值展开猛攻 老仙清楚当年坠入这里没太长时间 一族大能闯入了坠日岭 拎着恐怖的至宝 绝非人族的强者 当然那种疾数的存在 也不敢擅闯源头洞口 严格上来说 坠日岭算得上取暖之地 老仙依靠体内沉积的巨量寒气方能抗衡热物质 嗡 老仙散发出奇异的感应力 冥冥中却感知起源经的源头 过成他无比的小心 不显照一丝的神念 起源经的波动 正统的 或许真的是狗子 他既然安然无恙待在这里 说明一族大能离开了 老仙刚要探出神念 蒙地洞吸到了什么 道不对 这并非纯正的起源经 还夹杂着某种奇异的篇章 连本大仙都不清楚的篇章 且还在这个层面上 三号冬眠区 绝对没有这等巨头可以传供给他 老仙的面孔变得无比凝重 心情跟着恶劣到了极点 如果真的是一族 必须要斩掉祸根 等待本大仙恢复到第三阶段 再去彻查 老仙沉稳下来 他不可能现在出去冒险 如果真的有人钓鱼 暗中有一群一族大能蹲守 从草丛里面跳出来 问题就大条了 小勇已经进化为神器 扫了眼一生一鬼的大仙 心里黑黑一笑 狗大仙 怕死就直说 走着本大仙的宝贝图尔 恢复 恢复 老仙扫视着漂浮在第三尘峰空间的 马尾少女 芸汐已经冬眠 借助老仙第三阶段成绩的冷物质 让其休眠 他推算休眠的时间差不多了 开始提炼坠日领的精粹 熔炼十几株最顶级的太阳草 为他展开唤醒一世 短暂的休眠 也是修行的一种方式 沉睡中醒来潜能暴涨 更好的展开生命进化 狗子啊狗子 没有本大仙庇佑的日子肯定过得很惨 自求多福吧 老仙扫了眼很久前就熬练出来的元神灯 挂在洞府世界 他可以证明君天还活着 君天并不清楚 他在祖庭收获了篇章 静得狗大仙不敢冒头 当然老仙的做法是正确的 鬼知道坠日领有没有巨头在暗中关注 与君天的价值相比 祖上时代活下来的至宝 才掌握更多的秘密 空谋 不朽能量贯穿肉壳 这是君天站在祖庭上 首次展开仪式 封王仪式虽然是最低阶的 但是那横骨而来的能量源泉 恍惚间如同化作了人中圣王 与祖庭建立了更深的联系 特别是满腔的祖血在沸腾 樊祖的血脉得到阻停物质的滋润 流淌着红色光韵 他的血液蕴含着奇异的物质 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 像是伟大的先祖降临在他的体内 散发不灭的战役 但是想要恢复樊祖的血脉何等艰难 特别老仙都将其评价为 开天年代就存在的一只神秘族群 无数代的繁衍 血脉稀薄的几乎不存在 初步复苏才是最困难的 而今军天已经具备了 礼壁 封王 古老的话语传来 香火愿力灌注到肉身 苍穹飘起来了漫天甘露 这是祖庭特有的能量物质 挥洒在肉身道府 空 道府赤圣 刹那间腾越道祖庭上 在这里展开了恐怖的进化 轻刻间扩张了十倍 疆域在甘露的灌溉中 疯狂的滋生与壮大 揭却的说 每一寸土壤都诞生不朽物质了 这里形成了不朽的国度 异常牢固与坚硬 军天昔日演绎出万丈圣胎 现如今到了斩获丰收的季节 牛 震惊 老牛遗忘了一切 但是他不再魂恶 以全新的状态去生存 再一次走上金属生命进化的再道路 他沐浴落下来的甘露 浑身湿漉漉的 泛着五色霞光 如同在巨霞飞升 流光溢彩 蒙 祖婷 伟大的母亲 牛用毕生去守护 牛张嘴汲取着甘露 提炼出精华养分 挥洒在金色植物上 呵护着他长大 蒙蒙的低吼 端是兴奋 有成长目标一场洗礼走向了终结 军天感受到了庞大的劫难笼罩了自身 但因为坠日领的特殊环境面貌 被遮掩了 他清楚是雷乏来了 洞虚道府还需要在天节的拷问中 极致藤月 不过他体内的法力已经旺盛了十几倍 翁 他的眼睛疏得睁开 身影沐浴着金色神光 立身在坠日领的深处 黑发乱舞 英姿勃发 祖兄 你这是刚封王 在远方警戒的肖剑云走来 神情显得怪异 没有王庭如何封王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 肖兄你想清楚了没有 军天的眸光望来 对于肖剑云已经极为信任了 这几日他在修行与闭关 都是他在远方镇守 讲清楚了 废掉重修 肖剑云咬牙道 我的修为可以压缩成为能量结晶 重修路肯定非常的快 原本肖剑云以为军天要刻录一篇经文 深知道他的眉心剑射出一片流光 白眉道长走向他的精神是海 神 肖剑云发呆 走向他是海中的影子未免恐怖 纵然是传承投影 也带给他无法抗衡的威压 祖兄 你 肖剑云心神颤抖 这是什么样的造化 祖上时代完整的神明传承 这是无法想象的天价 传出去各大势力都会拎着质宝钱来争夺 纵然是最弱的神之传承 也是无价的财富 金钱不可衡量 祖兄 肖剑云大吼着 他很想弄清楚他的来历 在生命起源路上又拥有什么样的地位 然而君天已经消失在原地 步履沉稳穿行在坠日岭的玉场世界 如履平地般 畅通无阻 回归中部区域 目光审视四周 发现这片世界多了些探险者 流血的乱地 人命如草芥 到处都是厮杀生 君天这位独行侠也被当作了猎物 伴这些捕食者很不走运 天结应该好好利用 君天一脸深沉 平静的热血激荡起来 火荒草拟留不住 吼声从远方传来 是几位背负镰刀的收割者目光阴森 这里爆发了激烈的厮杀 火风而带领的探险小队苦战了半天 始终没能杀出包围圈 原本面对通谷狩猎组织 以前他们很难去反抗 只能将挖出来的火荒草忍痛上交 不过火树掌握一口顶级圣宝 有了些底气 本以为可以顺利杀出去 没想到通谷狩猎在坠日岭抢者云集 他们陷入了包围圈 伤亡过半 小姐 我们快撑不住了 活下来的都伤痕累累 火树的胸膛猛烈起伏 暗暗自责 不该为了小姐的前途 轰杀通谷狩猎的强者 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很可能要整体葬送在这里 火风而红灼眼睛 望着负伤的队员 忍痛将火荒草交了出去 心里祈祷他们能撤走 姐姐 早干什么去了 偏偏要流血 领头的金袍老者掌握神器防品 早是着火风而恶魔多姿的玉体 阴森于笑 你和两戒圣宝留下 其余的可以滚了 你火风而气得乱颤 紧握着拳头 他的家族也属于规模较大的势力 奈何远水解不了尽可 楚生和他们拼了 脚队的成员大怒 嘶吼着扑上去要拼命 可怜的爬虫 金袍老者哈哈大笑 挥动死神镰刀的防品 要劈碎这些人 那是什么 猪的 有剑芒辐射而来 一柄黑暗大剑横断长空 这 这是 快撤 金袍强者感受到了什么 发出阵阵颤抖的低吼声 惊恐着要撤走 轰猛 大剑破空 刹那间斩落下来 激荡而起通天彻底的剑芒 显照在天地间 粗大而又恐怖 咔嚓 几十位通骨狩猎的强者承受不住 树栽倒在地上 眼睛发黑 身躯颤抖 紧接着脖子一冷 剑射鲜血 领头的几位王者发狂的咆哮 奋力冲向远方 然而毫无意义 剑胎如同砸刀接连狂踢 强势展报了一切 满天都是恐怖的雪光 三位封王强者被涂掉了 但却不见其人 唯有杀剑纵横激荡 第598章猎杀时刻 快看 那是什么凶人 灰剑斩掠三位封王强者 看这些人的武器 是通骨狩猎的强者 呲 通骨狩猎可是大威圣朝 暗中扶持的黑暗势力 谁敢在老虎屁股上拔毛 大庭广众下将其斩杀 流血的世界呈现的画面震撼人心 远方看到这一幕的强者 惊呼不断 从剑盲爆发到强势学习 仅仅是极为短暂的时间内完成 坠日领毗邻大威圣朝境内 纵然因为神庭之变威慑力降低 然而大威太子依旧如日中天 他们扶持的黑暗组织纵然臭名昭著 也绝非等闲之被可以招惹的 火叔呆若木鸡 刚才真的以为要坠亡 没想到突如其来的剑胎 以雷霆之丝轰杀了这些强者 假军天 领头的强者还有原神残念 数年前他不过困在废土弱小的盗藏集 而今剑斩封王强者 战斗力未免太恐怖了 碰 漫天都是雪光 成片的蚕尸爆碎了 一根完好的骨头都不曾留下 这更让人惊悚 很难像是试什么很扎字在出手 秋 黑暗大剑破空 流着雪 冲向了远方大地 前辈 火凤儿芳心乱颤 望着站在地平线镜头 持着黑暗大剑的身影 他刚刚惊呼出声 突然觉得身影格外的眼熟 是他 是祖天 火叔的眼睛都红了 话语都在发颤 其余的探险队员大惊失色 早先他们猜测祖天有些来头 毕竟急于火叔的兵器和宝业太贵重了 可没想到战力如此变态 绝对是祖天 快走 他让我们尽快离开 火叔又惊又喜 火凤儿有些发呆 他没想到昔日被他赶出队伍的少年 竟然具备这等恐怖的战力 没过多久 通谷狩猎来了一批强者 扫尸着满地的残骨和兵器 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有些人留意到这一幕幸灾乐祸 平日里他们以猎杀朵宝为荣 更是成立歌类探险小队 如意众生 聚纳信仰火光 但是因为大威圣朝的威慑力 通谷狩猎在这片地界无人敢惹 突然间折损了几十位精锐的消息宣扬出去 引起了不小的风暴 大消息 又有震撼性的消息传来 神秘剑客再一次出手 扫平了一片通谷狩猎霸占的宝藏区 斩掉了上百位精锐 疯了吗 这个少年究竟是什么实力 和通谷狩猎又有什么仇恨 如此肆无忌惮大开杀戒 就不担心走不出坠日领 哈哈哈哈 管他是谁 大快人心 狗日的通谷狩猎 前段时间夺走了我一株圣药 就该被人收拾教训 很多人拍手称赞 对于他们而言通谷狩猎如同吃人不吐骨头的恶兽 而今遭遇重创别提多痛快了 有些恩怨该去清算一些讨回一些利息展开一场狩猎行动 军天仗剑而行 一步燃雪离开了满地湿海的宝藏区 体内冲出了滔天杀意贯通消汗 夺天树举世无双 攻破通谷狩猎强者的元神 盗取重要记忆 很快查清楚一片重要资源地 目前已经挖出了一批神料 同样这里戒备森严 三位显圣境界的强者坐镇 战力强大 只要能得到丰盛位置 很快就能成为圣级的存在 通谷狩猎有顶级丰盛起源台 当然圣级位置并非无限的 唯有掌握神庭的庞大势力 才能不断培养出圣级 长老 我们挖出了火神源 惊呼声不断 有人从矿脉深处掏出无比耀眼的光源 充满了神道波动 内部已经酝酿出西式矿物质 三位显圣长老惊喜若狂 有人大笑 火神源对于火界哥大道筒的强者至关重要 更是熬炼神丹的主料 可以交易到丰盛位置 天助我也 没想到挖出了珍宝 如果额财富 三位长老兴奋无比 一位轻袍老者笑道 漫长岁月过去 坠日岭从没有像是现在这样可以出入 或许还能挖出更为重要的财富 长老 最新消息 一位神秘剑客在对我们组织的探险队出手 我建议立刻将火神源送出去 以防止遭遇不测 有人做出了提醒 中部区域很不平静 通谷狩猎已经折损了数百精锐 目前还没有查出到底是谁对他们出手 无妨 整座矿脉已经被大阵封锁 圣主级的存在都难以发现谷阵 金袍老者阴森一笑 不管是什么剑客 立刻派人通知圣朝强者 让他们出面去解决 就说是逃出监狱的通缉犯 哈哈哈哈 此季圣庙 大威圣朝的强者正在各地通缉要犯领赏 坠日领更是强者云集 有年轻武王坐镇 这差事交给他们去办 另外两位长老点头 对于圣朝多有不满 东神州的宫战士失败了 可他们毕竟找到了下圣王的巢穴 然而大威圣朝竟然将以前的许诺绝口不提 惹得祖之首领都恼怒 长老 这没过多久 他们顺着火神源出土之地挖掘出深坑 冒着恐怖的火光 似乎远古神灵的洞府 神性物质旺盛绝伦 就在这时间 军天以法眼弄清楚法阵运行规则 大步走了进来 早了眼堆积如山的宝料 看了看冒出火光的坑洞 军天点头道 好一座神矿脉 里面有十几块火神源 弟弟还沉淀出了火属性的母叶 价值非常的离谱 火属性母叶 十几块火神源 三位险胜领域的长老如追梦境 这是什么造化 火属性母叶都快比得上顶级珍宝 有人扫视着面前的白衣少年 有些迷茫 他是谁 啊 他就是神秘剑客 一位通骨狩猎的年轻强者 忍不住咆哮 头皮都炸开了 浑身直冒寒气 他是怎么进来的 神魔 世界变得安静 气氛无比的压抑与紧张 三位险胜领域的长老 都惊骇的说不出话 诗 黑暗镰刀划破虚空 以极快的速度扫向军天的脖颈 当当当 军天的背后显化出古老的金钟 悬在虚空 散发着沉闷到极致的神威 整座矿脉险些炸开 顶级尾神兵的强盛难以想象 接连冲杀而来的器物都破裂了 金色谷中浑厚陈宁 中体交织出繁傲的法则纹理 正在这里带给人不可撼动之感 当 军天驱止谈在谷中上 音波呼啸 几时未挖快手被震碎了 借射出血雾 军天都惊叹 不愧是顶级尾神兵 完整无缺的神器更为变态 距离化作至宝仅有半步之遥 三位常都险些瘫痪在地 承受不住伪神兵呼啸的威压 轻袍牢者恐惧道 您是谁 有什么得罪的地方吗 我们可以赔罪 下军天 军天的话语平静 三位强者恐惧发颤 昔日到藏即得废物生灵 而今摇身一遍成为了神威滔天的强者 他们嘶吼着爆发一系列的底蕴 焚烧一切的器物 想要先翻伪神兵杀出去 一群地鼠 军天的脸上没有感情色彩 大手轰在鼓中 震荡出入海的音波 暗座矿区都呈现了 大批宝料画外灰飞 漫天气雾崩碎在原地 阿扑 三墙壳着雪滩坐在地上 轻袍牢者红着眼矿子咆哮 逆沉 你嚣张不了太久了 大威圣朝早晚有一天能找到你 不用他们去找我 未来我会亲自去找他们算账 当然了 我第一个要灭的是你们通谷狩猎 这一天距离现在不会太遥远 军天覆手而立 心神与伪神兵沟通 打出来一道光泽轰碎了轻袍牢者 另外两位长老都下疯了 心中的恐惧可想而知 军天看起来太平静了 相反越是如此 带给他们的心理压力就越强 饶了我们吧 愿意奉你为主 他们清楚恩怨无法化解 跪下来扶手扣手 军天平静伸出大手 接连钻住他们的脖子 挥动拳头打出原神体 8号战天碑启用 似乎巨神审视他们的精神石海 纵然存在极强的封印 但在8号的审视中魂体颤抖 原神记忆猛烈翻腾 军天盘膝而坐 背后谷中悬挂 身躯蒙蒙着金灰 他已夺天数记录有关通谷狩猎组织的情报 主要定位老巢 据典 组织结构 以及坠日领其他的宝藏区 惋惜的是有价值的仅有这座矿脉 扫视着接连恐惧求饶要臣服的两位强者 军天屈指点碎了他们的原神 道投胎去吧 下辈子别再祸害人了 啊 两位险胜长老就这样在无尽的憋屈中惨死 军天以8号搜索矿脉的走向 天渊剑批斩矿石 忙活了一天一夜 军天收获巨大 走出了流血的矿区 早是四周 8号探索到大批大批的圣巢进军 中部区域已经人心惶惶的 神秘剑客是天牢逃犯的事情跟着宣扬出去 引起很大的轰动 圣巢形势和其霸道 封锁了通往外围的重要节点 想要深挖逃犯 武王来了 神武非凡的影子踏向中部区域 平日里年轻霸王和其罕见 更何况圣巢时大年轻英杰 神武圣云以为傲的亲子 逃犯 神秘剑客 一位少年 掌控剑法 希望是下族的儿郎为我立下汉马功劳 武王正在以时空之心驻成的宝镜 肆无忌惮地扫荡坠日岭各地 惹得怨声载道 规模上万的佣兵团 第599章霸猎出手 君天想要全身而退谁能拦截他 很快就出现在外围区域 接着他以万道兵镇手肉身 以防止招来天劫 君天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坠日岭 前往了方氏区 火神员刚刚取出售卖引起了各方围观 珍宝可遇不可求 更何况块头如此之大 交易破戒符并不难 当然君天这一次要交易的是能横度十个大界的破戒符 一旦开启跨界裂缝 除非遭遇猎天兽那种层次的生灵 否则神奇消耗法力都极难追得上 宝财楼 君天扫了眼率先欲要交易火神员的强者 想起了龙云和黑书 不知道他们现在在何地家里的傀儡是否还在 特别以前君天听起龙云说过 族群宝库中封存着完整无缺的祖上强者 栩栩如生 不知道能不能唤醒记忆让其复苏 小哥 这等层面的破戒符较为罕见 需要时间运送过来 老强者和颜悦色的说道 宝财楼的信誉自然不需要担心 时间上也不慢 一天之内我保证可以送来 可以 君天点头 说道 明日你在这里等我 好 明日不见不散 老者也是痛快人 连忙吩咐手下起用战舟 以最快的速度调来高等破戒符 君天清楚还有最顶级的破戒符 但是价格太离谱了 因为能撕裂上百个大戒 当然这类破戒符炼制过程困难 在市场上无比稀缺 事实上坠日岭疑似有逃犯的消息 岂能惊动高高在上的神奇 不过小心驶的万年船 购买破戒符有备无患 离开了方市区 当留意到有人在暗中跟踪 君天无奈的摇头 电火时光间消失 重新闯入了坠日岭 老仓 今天的探索力和等惊人 8号启用雷厉风行 定位到大威圣潮建立的据点 源源不断有兵马出入 运送各式各样的资源物资 坠日岭的格局开启 机会万载难遇 目前各方势力如火如荼的展开深挖 以大威圣潮的行动力最为惊人 这片营地规模巨大 或许有圣主级的存在坐镇 期望九公主你没有离开 君天的眼底寒光建设 轰杀一位武王算什么 若能避掉九公主 才能让皇主心痛 才能让大威圣潮颜面大损 这时间 君天的眸光划过虚空 避开大片巡逻队 锁定了正在受苦受难的苍龙 老好 你坑我 老苍整日咆哮 他整天挨鞭子 瘦了一大圈 体内的气血都衰败了 遍体鳞伤 正在被武王的侍卫摧残精神 想让其臣服为奴 老苍比斗鹅还冤 弄到的神叶还没有五热乎 就被夺走了 还被贬为了罪奴 堂堂龙族生物也有自尊心 岂能这样臣服 老苍困惑 扫尸着四周 觉得有人在偷窥他 啊啊啊 狠开他惨叫 被一群侍卫拎着铁边抽打 皮开肉战 接着恐怖的热物质涂抹在伤口上 对他展开非人的折磨 老好 我恨你 老苍如同杀猪般的长豪 老苍你受苦了 军天烧了烧头 转身离去 空某 围过多久 某座帐篷金光大盛 气血滚滚流淌 一位背着金色大剑的老者震怒 道 好大的胆子 连我圣朝禁军都胆敢大肆屠杀 长老 武王已经在尽心竭力追杀 据说修行在险盛级 前来汇报的的大将说道 那个神秘剑客是在偷渡回归外围区域的路上 被盘查的禁军发现 这才发起来激烈冲突 否则以他的胆子岂敢对我圣朝发动攻击 这不是找死吗 文言 皇室长老脸色阴沉 道 还以为堵住了一条大鱼 区区险胜即算什么 抓到了又能如何 仅希望他是下族的强者 他火大的要命 昔日逃出天牢的罪犯已经人间蒸发 如果可以活捉到重要成员 弄清楚下军天到底是如何接近神庭和掌握天牢太重要了 军天已经展开了计划 偷渡到中部区域 看似东躲西藏 惶恐逃窜 实则 八号通天彻地 扫尸的过程中 方圆几十万里的地形面貌呈现在精神石海 他以上地视觉掌控全局 这是什么 超级的作战工具 探测器 太粗暴了 大威圣朝的进军巡逻队 如同大地上缓慢爬行的蚂蚁 弱爆了 轰猛 流血的谷地 军天一步石沙 持着染红鲜血的黑暗大剑 已经弹掉了八支进军队伍 所过之处失衡遍野 警向害人 绝光闭日的世界 神秘剑客来无影去无踪 但凡看到这一幕的强者都心头发紧 认为神秘剑客彻底疯了 被逼得狗急跳墙 毕竟增援而来的兵马越来越多了 大消息 在这个深夜震撼性的消息传出 神秘剑客霸裂出手 掀翻了二十多支进军队伍 横杀上千圣朝精锐 横扫了三个宝藏区 这是什么狠人 才多长时间 行动力未免太强了 要我看是疯了 自古谁敢和无上势力硬刚 更何况是一位修行不太高的险生领域 或者是圣吉 即便是他是圣主也是在找死 各方喧哗一片 神秘剑客明目张胆的挑战黄泉 纵观大威圣朝的发展历史 除了上一次圣朝之变 就数这一次最为激烈 主要时间太短暂 这才多久已经掀开了战火 引敌入瓮 轰猛 无边的肃杀器激荡在中部区域 帐篷内盘坐的长老接连走出 认为武王已经控制不住局面 已经有调兵令向着边境区域运送 数万铁骑正在赶赴战场的路上 风暴要来了 大队兵马集结 以神级战争运送 已经登陆坠日领了 是谁在挑起纷争 又是谁在大肆杀戮 十九八九十天牢的罪犯 报复大威圣朝 各方势力密切关注 事情发生的有些突然 战争风暴迅速扩张 大威圣朝这时准备不下天罗地网 嫡媳 吼声传来 一只武装到牙齿的五百禁军遭遇了强敌 立在远方的影子发出一声长笑 身躯冲出了璀璨剑光 隔了老远已经展开远距离的猛攻 杀 军天双手持着大剑 脚掌踏碎了大地 斩神剑的骑手势画出恐怖的痕迹 劈碎了成片冲锋而来的禁军 军天呼啸天地 身躯翻腾出万灵光雨 茫茫万丈 成群的禁军如同沙尘飞了起来 身躯颤抖着 很快成片炸开 这凶人又出手了 这片区域的强者纷纷胆寒 军天的战斗姿态无比狂野 纵横战场 箭胎破空 肉身生命大爆发 如同猛虎闯入了羊群 大杀四方 然而一变终究发生了 领头进军强者寄出了空间宝物 炸裂后飞出来三位藏在里面的圣级强者 扑杀军天 镇杀 军天黑发乱舞 气冲消汗 威赴呈现出金色剧钟 撑开苍穹 威额巨大 像是桑中在明洞 打出了恐怖无边的波动 顶级伟神兵 三位圣级大惊失色 压来的风暴太离谱 交织出了秩序法则 骇浪连天 震得他们颤力 毛孔喷雪 蹬蹬后退 他们尝试以最强的法力去阻挡 但是毫无意义 金色谷中撑开苍羽 气吞星空 震裂了三道法相 横压而来 圣级都绝望了 孽障 杀 惊天动地的大吼声传来 武王丹臂拎着方天化己 这时一口顶级圣主兵器 穿着大圣级的战衣 武装到了牙齿 他从天而降 双手持着方天化己 立屁股中 然而军天已经抢先一步撤走 一人一中避开重重封锁线 大袖飘飘 如同坠日领的主人 冷酷被剑远行 这凶人有三只眼不成 莫非他掌握神器宝镜 提前探索四面八荒的禁军 匪夷所思 这等局面都能被他给撤走 看来刚才他是假装偷渡 早就具备了撤走的条件 但是拖着不走抑郁何为 很多人都大吃一惊 军天清除火候差不多了 继续拖下去会让他们怀疑 轰蒙炸雷声传来 苍茫大帝都颤立起来 远方有恐怖的圣主杀来了 气血狼烟 淹没了星空 探出大手遮天蔽日 啊 沿途中成群结队探险的羞氏血淋淋的炸开了 引发了轩然大波 这等存在发狂出手 必将毁天灭地 惋惜的是 他注定无功而返 军天已经以法眼洞悉到他的踪影 大袖飘飘的远去 任由圣主及如何追送 他走在坠日领域场上 神出鬼没 大威圣朝都是一群废物 杀了一批很痛快 走了没劲 冷烈的话语传了很远 但凡听到这句话的羞氏都发呆 同样深深刺痛了武王以及皇室长老 如海的杀意在废勇激荡 形成了黑暗风暴 这狠扎子到底什么来历 外族的老圣人惊骇无比 短暂两三天搅动一场大风暴 局面发生的太快了 超出强者的反应速度 目前来说 圣朝堪称超级机器运动 已经有重兵集团从远方压来 脚步声震天动地 整齐划一 看样子要横推了坠日岭外围区 军天已经出现在外界 任由千军万马拦不住他的脚步 交易完毕破戒符 再一次返回坠日岭 前往大威圣朝领地 老苍 我来了 走着 一起去挖神药 军天背负流血的箭胎 踏步间空间幻灭 笑着出现在苍龙囚禁区 这里看守的禁军都皱眉 审视着来者 陌生的狠 我呜老好 老苍发出一声长嚎 伸出燃血的大爪子指着他 怒道 老好你坑我 快去帮我解释清楚 神夜是你给我的 不是我坚守自道 军天持着黑暗大剑 当众劈开了锁链 道 这些很重要吗 走老苍 带你去杀人 第六百章天罚降落 军天大笑奸神彩飞扬 体内却冲出来一缕诗山学海般的杀意 弱大的营区短时间死寂沉沉 巡逻的禁军都遍体声寒 咔嚓 刺耳的崩裂音符线 一根根锁链断开了 被囚禁快一年的苍龙 秀年的气血在荡漾 一挂接着一挂形成了风暴 滚滚翻腾 腰龙滔天 口 惊天动地的吼声撤响八荒石地 一群惊恐而扑杀而来阻挡的禁军炸成雪雾 残尸烂肉砸在地上 流血的世界 军天独立 苍龙在背后翻腾出恐怖波动 发出的龙啸传遍营区 空谋 成群的帐篷崩碎成结辉 亿万众青色的音波回荡在群山大跃 犹如万丈惊雷撤响在外围区域 吼声欲发的巨大 无边的怒血在澎湃 龙族终究是非凡的生灵 开启灵制 激发出凶性 天哪 快看 整片营区都在吼声中崩坏 才死的禁军数不清 伤损的苍龙咆哮震天 吼碎了大批圣巢精锐 过程中沐浴军天给予他的神药精华 归附衰败的生命体 他通体如同铁水铸成的 森龙与可怕 脊背如同山岭 逆不完口大的青色鳞片 体型长达万丈 战力已经无限逼近尾神领域 不好 武王远远留意到这一幕 面容狂变 苍龙破开了封印 这等庞然大物一旦逃出生天 未来断然是超级祸害 而他既然是奴役苍龙的主人 必将被陛下重罚 混账至极 皇室长老的心情无比的恶劣 这几日发生了太多的事 超出他们的掌控 传出去必将有损皇权威夷 现如今 大军铺天盖地未曾将神秘剑客寻道 结果苍龙脱困了 流血的身躯正在发狂 已经先翻营区 龙威震天 沙啊 喊沙声由远而近 重兵集团压来了 脚步声龙龙 整齐划衣 这是一股精锐 赶赴战场 散发出的气血融合 在一起形成了汉海在起伏 淹没了星空 域外大星都被遮隆了 沙沙沙 喊沙声滚滚 四面八荒涌来了数万大军 领军的皆是封王强者 更有圣级压阵 听从武王的调令 封天绝地 老沙吓了一跳 急眼了 老好 怎么觉得又被你给坑了 万一我被他们囚禁了 肯定会更苦 这可怎么办 你堂堂龙族物种 难道心甘情愿 沦为罪奴 未来不想封神吗 今天接连的反问 披伞的黑发飘舞 晶莹的薄体闪烁光泽 扫尸着四面八荒压来的重兵 时间如同回归到了关外战场 封神 老沙猛的低沉咆哮 我被圣巢囚禁了数万年 当作血奴去养 根基都坏掉了 空有肉身却没有什么战力 一切都会有的 今天的手掌落在苍龙的脑门上 传递出一篇惊天动地的经文 星空化龙树 足以补全他的底蕴 筑成金石根基 嗷吼 苍龙的血脉都在颤立 但是篇章烙印在精神石海 身躯翻腾出的圣光更为耀眼了 犹如盘踞在一片星空 神威浩瀚 就在这时间 大军杀来 金戈铁马 满兽奔腾 黑暗遮蔽了整片大地 四面八荒被围堵的水泄不通 更有大阵接连开启 封锁空间 形成铜墙铁壁 五王杀气冲销 完全一副掌握全局 均临天下的姿态 冷冽审视着军天 寒声道 原来是你 你到底是谁 他开启空间宝镜 映照军天 但却离谱的发现 这是一道亲戚 以年轻至孙的潜能演绎而成的法体 五王欲感到有些不对劲 道心更为发慌 无形中有庞大的物质遮蔽了身心 欲感大或临头 好像宇宙末日来临 谁 五王豁然间转过头 感受到冰冷的眸光 都要穿透他的身躯 一双深邃的瞳孔在远方开合 眸光好像穿透了无穷的空间 一念间都要让大地上雪流长河 堆湿如山 他的身影翻腾出贯通苍穹的光辉 天上地下都在动荡 可怕的奇迹铺天盖地 像是远古的魔主在君临天下 五王都在颤立 有些不敢正视压来的身影 好似冲破废土登临上界的年轻至尊 俯瞰云云众生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们都要陨落在这里 军天背负打神兵而来 他的气势太恐怖了 圣极都发慌 确切地说源自于背后酝酿的庞大节云 遮天蔽日 那是什么 坠日岭的外围区域都黑暗了 沉闷的阴节形似上苍在发怒 粗大的闪电呈现而出 堪比山脉一样 太壮阔了 天乏 识破今天 赤红的世界之阴之暗 适而被山闪电给照亮 但却是血色的时空 似乎被滂沱学鱼给染红了 好 军天仰天长笑 身躯暴涌出金灰 朦朦神秘的鲜物 口鼻喷勃两道氢气 发出可怕的炸雷音 浩荡生命起源之光 下军天 难道他是下军天 劫云笼罩了的世界 天威重重压带下来 王者都在颤立 腿脚发软 快要扶跪在地上 圣极都胆寒了 这是传说中的天乏 雪色的闪电在轰落 如同一条接着一条恶龙沉坠在大地上 什么极数的强者在渡截 动静太离谱了 匪夷所思 雷伐笼罩的范围太广袤了 这是晋级天乏 唯有无敌至尊才能去争渡 是谁在渡截 笼罩了大威圣朝的兵马以及营区 太疯狂了吧 闪电如同狂潮轰落 贯通了苍穹与大地 遮龙的范围太广袤了 形成了无法想象的破坏力 轰落 无边大地摇晃 四麒麟吼动了河山 这片世界都要翻转过来 一片片骨阵被打成劫灰 阿布 圣朝的重兵队伍发出恐惧的声音 接连压概的天威太过离谱 什么都看不清楚了 唯有闪电撕裂他们的躯壳 这一瞬间 在狂潮搬轰落的惊雷下 死伤地势兵难以估量 沦为焦土的大地被鲜血染红 固合着岩浆 形成了死亡绝地 决心气滚滚冲消汗 惨死地势兵难以计数 活着的心生恐惧 这片世界都被雷阀给笼罩了 逃无可逃 山月倒塌 万物成灰 如同在灭石般 还能撑得住的强者怒发冲冠 气得肝胆欲裂 这是在做局杀他们 逆臣 他怎么敢 皇室长老怒发冲冠 眼角都崩出了血 好似被乞丐冲了耳光 天方涅潭 涅畜 你以为你的雷阀有多强 妄想轰杀大圣 失心妄想 数位大圣级的存在思笑 身躯呼啸出浩大的圣道法则 震散了覆盖向他们的劫难之光 瞳孔填满了无尽的寒意 我不管是下军天还是谁 无知的爬虫 纳命来 当属于武王最为鼎盛 雷阀降临的动静是庞大无边 然而以他的战力与天赋 何须忌惮不断轰批的闪电 杀 他与数位大圣级联手冲向军天的杜劫区域 目前这片世界已经成为了大黑洞 雷物质在倾泻 磨灭大道 粉碎一切 口 军天仰天长效 雷物质淹没了他的躯壳 环绕着电光 充满了毁天灭地的威能 绝非外围其余的雷阀能媲美的 今可见 军天的肉身千疮百孔 骨头尽数断裂 差点被劈成一片烂泥 可见他遭遇的天罚凶狂到了什么层面 雷物质演绎出恐怖的规则投影 形成了规则大剑在批斩军天 这是什么 禁锢 无穷的禁锢与压力 军天已经率先遭遇了大世界的镇压 如同背负百万大山 肉壳随时都会崩坏 肉身成圣的禁锢提前来临 军天眸光冰冷 残躯在雷电中依旧射人 像是毁灭中傲力的祖上战神 沙、三位大胜及无限压来了 撕掠一层层闪电风暴 闯向了核心区